大家好 这期跟大家分享 用另外一种方法来栽种这个碗帘 因为前期跟大家分享的那一次是用这种 碗帘专用途 这一次的话 我用的是一些 纯合砂 那么用纯合砂的这个方法也是一位花友分享给我的技巧 之前也没有尝试过 这一次尝试一下用这个纯合砂栽种这个碗帘 后期的效果 看到底怎么样 我们先给它加入这个合砂 当然这些合砂是经过清洗干净的 加入合砂大概四分之一花盆之后 再加入磨肥 因为合砂它的营养成分含量非常的低 所以说给它加入一点磨肥 大家不要担心这个磨肥 它不是通过水溶的方法来分解营养的 所以说不会产生任何的危害 这种磨肥它是通过植物生长的时候 它的根系释放出的一些有机酸来分解这个磨肥颗粒的 所以呢 不会产生肥汗 我们先把这个种藕栽种下去 然后呢 再给它变上一层纱 刷好盆之后 接下来就是给它加水 加完水之后直接拿到太阳下曝晒 这样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看一下这两种方法栽种的 晚年后期的这个效果怎么样 好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看法 欢迎大家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欢迎订阅 céder 谢谢观看